事故核災该如何处理呢 晚安 欢迎准时收看 今天有话要说 我是海湘 这日本福岛核危机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这事故发生的处理时 是不是有一些疏失 下一步应该还能怎么做呢 那危机到底什么时候呢 另外这个电厂泄漏的辐射物质呢 已经向东是扩散到太平洋 跟这个大西洋 未来数天的这个时间 有可能会扩散到整个这个北半球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您放心 今晚的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请到的是核子专家 来带我们一块关心了解 也欢迎您如果说您有任何有关 我们讨论今天的问题的话呢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 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子工程博士 赵甲虫赵博士 博士你好 你好 第一次上节目对不对 对 谢谢您的可能愿意来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来看看今天报纸 报纸上面还在讲说 这个四组这个还在冒烟 是 对不对 那目前来说的话 在事故上面处理是不是之前有疏失 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没有疏失啊 从两个论点来讲 第一个呢 这个日本他的这个操作员 他们都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 可是从我们这个本 本行专业的角度来看 在第一时间 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于呢 发生了以后 他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这个海啸发生了 对于这种核电的设计来讲 它基本上这种核电的设计 不能够应付这么大的海啸 所以呢 海啸一旦来了 平常来说 这个电厂会自动关机 然后一些重要的设备自动启动 启动的作用是把一些水引进来 来把这个核反应炉把它冷却 这个重大的设备 当场就被海啸打掉了 没有这些冷却的这个设备 它只有白白的在那边看 这个核反应炉温度增高 然后产生这个氢气爆炸 把外面的建筑物爆破掉了 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媒体上都可以看到的报道 日本的操作员在第一时间 可能无能为力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说 他们在处理上有没有疏失 他们做到他们应该做到的 可是这么大的海啸 可能对这种电厂 他们也无能为力 因为过去57年 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出现 所以没有做一个借鏡 或学习的一个机会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这个海啸跟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是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设计还是有它的基本的疏忽 幸运的就是下一代的这个 核能电厂的设计 对这个问题是已经可以解决的 现在在美国在这个日本 有的新的这个核电厂的设计 在建设在设计中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 它又自动的有很多的水 不必依靠这些安全的设备 主动的把它打到核反应炉去冷却 它被动的自己就下去冷却了 所以如果现在是那个新一代的 这个核能电厂的话 这种事故就完全不会发生 很可惜的福岛出示的这些机组 是核能电厂的第一代核能反应电厂的设计 才会有这种问题 那现在下一步怎么办 因为它都已经用海水去冷却它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一步怎么办 其实以我们专业理想来看 下一步已经是因为很简单的角度来看 它这种事故出事 在第一时间它的这个电量能源 已经从第一时间马上降到6% 现在已经15天了 我的计算它可能电量是 出乎这个总发电量的千分之一 甚至于低于千分之一 大到什么程度 举个比方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家有个电灯泡 这个电灯泡是100瓦的电灯泡 现在里面可能有 9000只这样的电灯泡 在这个房间里面很热 可是这个电量 这个能量 并不足以大到 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五天 那么强的电力 可以让这个里面的核棒 右棒产生高温 跟水蒸气这个反应以后 产生氢气爆炸 这种现象已经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这是核反应核物理的 一种自然现象 用专门这个名词来说 它的Decay Heat 已经降到一个很小的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程度 低于千分之一 所以它的危机 是已经过去了 那能不能说它这个核电厂 其实已经算是报废了 对 它报废的原因是 并不是因为 有这个状况 有这个危机而报废 它报废的原因是因为 它用海水打进去了 从这个核反应炉 出示在启动的法规来讲 你必须要你 这个设备要重新做一个动作 叫做requalification 你这种 这种里面所有的设备 通常被海水侵蚀的 不可能再 可以重新装备 所以等于说要报废了 报废了不能再用了 你如果再用的话 如果你要经过那么多的花费 去重新装备这些设备的话 你那个全部重新建造新厂 所以现在剩下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余热处理 先进去 肺料或者还是产生 辐射性的这些东西 把它处理好 以我来看 剩下的工作 只有剩下那些了 是 相关的话题 我们待会儿去讨论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老公 你东西忘记拿咯 待会儿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好喝吧 为人生如此大事 做好准备时 老公 每个小细节都让成果更加甜美 如果你觉得是三分次 靠自己理想的房屋 太贵的话 现在有个好消息 位于三番市湾景区的 Armstrong Town Homes 令首次置业的人士 有机会达成购屋的梦想 住宅单位选择多 并有大致四间睡房的单位 社区内提供健身房 花园等设施 临近三番市市中心 交通方便 当你有能力买屋 为什么你还住屋呢 您的全新理想居所 就在Armstrong Town Homes 那请您继续收看今晚的节目 当然也欢迎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拿起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请问我们今天的专家的话 也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 好的 继续 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 这个前三大的这个所谓核事故 就是日本的福岛 还有所有的查诺比 以及这个美国三里岛 这些事故稍微帮我们做 简单的分析比较一下 好的 这三个事件可以说在核能发电史上 可以是最严重的这个事件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 要看我们比较什么东西 以现在的居民 甚至于我们在加州的人 我们担心就算它的这个危害的程度 以这方面做比较的话 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甚至有别人关心说 那它的破坏性等等等等 可以做另外一方面的比较 所以我把它综合在一起呢 用一个简单的一个scale 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当然现在辅导 还没有完全结束 专家要在结束之前 进去评估计算 去勘察 才会有多点的data 才能够说得更详细 但是今天呢 大家呢 大家有概念 所以我就用一些 我的方法来做一个 初步的一种 一种estimate 来评估 所以呢 我的比较的方式是 如果 如果 我以这个苏尔 这个 查诺比 爆炸事件 用把它算为100的话 100是满分的话 查诺比是100的话 三立岛的数字是多少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三立岛的数字是 大概万分之一 OK 我不能说它是位于零 因为它也有一点点 这个放射性 跑出去 我不能说它为零 因为它的和右棒 有部分是溶掉了 但是它的数字是非常小 对100来讲 它是万分之一 以这两个数字 作为两端 做个比较的话 辅导在哪里 那么辅导 我今天要给个数字 是 我可以说 它大概是 百分之一 甚至不到一 那有人会跟我辩论 但是我们 以后有了多的 这个数据 详细的在辩论 没有关系 今天的我的目的是 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为什么 查诺比它可以100 它跟三立岛完全不一样 跟甚至于跟今天的福岛 也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查诺比核爆 是因为操作员 不当的操作 那个时候 核反应楼 还是有临界状态 quitical 操作员为了达成 某种实验的效果 他刻意地 把安全控制棒 拉高 失去了很多 安全的保护效果 长话诞说 然后瞬间 它的这个发电量 增加了12倍 当时的水源 没办法来冷却 那么高的电量 造成了瞬间的 所谓的 这个水蒸气爆炸 水蒸气爆炸 也就是 瞬间沸腾 它就 很大的这个能量 它并不是核子爆炸 它是水蒸气爆炸 把这个在上面盖了一个水泥板 踢掉了 核心里面所有的高放射性 所有的吠棒 吠这个燃料 通通跑上天空 一英里之上 可以说没有比那个更糟糕的 为什么 因为 Trenobo 查诺比 它没有这个福岛 也没有三里岛这个 这个安全壳 它也没有更外面一层的建筑物保护 这两层都没有 直接就跑到天上去了 于是当地的居民 就受到了很大的死亡 回到讲三里岛 三里岛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漏水 操作员的书乎没有了解当时的状况 后来他即使知道 它是漏水 它就马上把水都打进去了 它这个核心 原子反应炉的核心 从来没有完全失水 有部分失水 引起核棒的融化 又融化 然后它又凝结 又再融化 最后就结束了 那么没有人伤亡 也没有很大的辐射层跑到外界去 如果当局说 OK我可以把它再挖清弄清 重新发电也可以 但是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甚至于这个人民恐惧的因素 它就没有让它再发电 但是旁边一个机组 现在还在发电 当时全部就关掉 现在还在发电 所以这两个有天壤之别 那么这个福岛呢 是比较靠近三里岛 为什么呢 它有两层安全壳 它这糟糕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海啸来的时候 把它的这个柴油机打坏了 没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这个冷却 这个已经关机的核心里面产生的余热 OK 它的这个高度的辐射性的物质 并没有像这个Chenobel那样 跑上了天空去 所以这个 现在就等这些操作员进去 做一些最后的一些clean up 清理的工作 所以比较起来呢 它比这个Chenobel的严重性 远不如这个Chenobel的那种严重性 Chenobel一发生的时候 在短时间内专家预估说 这么大的辐射性 可能在当地的居民要死20万人 那回头一看 实际上死了大概一万几千人 OK 所以呢 它这个它的严重也不如大家外面报道的那么糟糕 但是 但是以我们居民来讲的话 我们想的事情 跟我们专业看的这个角度 有点不一样 死亡分为两种 居民跟操作员 居民我可以说大家请放心 但是很抱歉 这些操作员 他们会牺牲的 在这个Chenobel出事的时候 现场有134个这个救火员 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受了很高的辐射的这个状况下 去救火去关机去烟埋 那么事后 他们死亡了大概28个人 现在福岛有50个人 跟当初查诺比134个人类似 他们因为森林高辐射性的这个场地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重大伤亡 这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三个事故作为做比较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讨论 现在购买2011 Camry 有60个月零利率贷款 加上500元现金奖励 或者为省油购买2011新款COROLA 每家人可保35里 We're number one for a reason Come see for yourself Hurry in for the best election 无论你欠下多少卡债 又或者要面对更复杂的债务问题 林肯减债中心都能量身定制一份 最适合你的减债方案 以最简单的手续 在三到六个月平均减六成债务 我们每个月成功减债超过500个case 信心保证 林肯十五分钟卡债减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周的Kathleen爱美食上志 要为大家示范的是 冰淇淋布的大眼娃娃妆 Shopping with Kathleen 则是要为大家介绍 十元以下的美妆好物 而Beauty Lab要为大家测试的是 去角质产品是不是真的有用 Kathleen为大家选了两样 市面上最受欢迎的产品 别忘了准时收看哦 Kalen爱美食上志 每周六晚上七点播出 那我们来接电视 Sunnyville李太太的电话 来听听她的这个意见或者是问题 李太太你好 晚安 晚安 请说 请说您在线上了 你好你好 我吃过放射性碱 我吃了以后 我给我孩子栽在一块 我孩子会不会受到感染 会不会受到寻害 好 这个问题呢 请这个专家回答 同时呢我们也顺便 也请这个专家回答 说有一些观众朋友 对一些核辐射的一些误区 比方说这个食盐 是不是应该多买啦 才会防辐射啦 或者是坐飞机经过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一并请这个专家来做回答 先回答李太太的这个问题哦 不会的 同时呢 你也不必吃这些盐 因为这些盐 对于那些查诺比 那种类似那么严重的事故 造成那么多死亡的那种情形 再去买再去吃 有一点帮助 也不是百分之百就免你于 这种这种辐射的危害的 以辅导这种事件来讲的话 吃这么多的盐 反而对身体不好 这是我的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人平常 坐飞机会 也会受到一些辐射线 辐射这个辐射层的这种影响 这都是很正常的 像报纸昨天报导的这个 这个现场有两个工人 他们受到一些辐射性 辐射线 他们呢 他的剂量 是这个致命的剂量的 几乎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这种情形之下 他可能会会是一些呕吐的状况 可能还会不会死亡 在这么严重下的 这么严重下的这种状况 他们还不会死亡 何况我们在加州这么远 或者在中国 或者在台湾 甚至在东京 都不必去担心 现在去吃这些食盐 因为可大可不必 而且我觉得状况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建议 那就是其实有一些 日本餐饮宴已经受到了影响 那他们也担心 食物里面会有这些辐射 你觉得呢 好 这个辐射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辐射 又看两种东西 一种这个辐射 它是从这个辐导 以中心 就是往外散发出去的 它测量到 这种东西叫 Season 137 或者是Iodine 131 它这种是 放射性的这个粒子 在核反应颅里面 有更多的 更大的 其他的放射性的原料 元素在里面 这两种呢 会比较容易跑得出去 跑得出去 它可以作为我们 专业人士的一个指标 第一 它有没有跑出去 跑出去了以后 它能不能 它的这个剂量是多少 有没有超标 OK 但是它对人的 有没有危害呢 为时尚早 真正对人体有危害的 我们要看 我们人体有没有受到 那些剂量到身体里面 那个叫做 一个现在报纸上常常 提到这个名词叫做 西佛 或维西佛 你一旦能够查得出来 你的身体里面 接受这个辐射剂量 有多少 西佛 以后 你才能够判断 你有没有受到 辐射层的危害 在这个之前 所有都是一些 一些比较作用 一些观察作用 对于身体危害 还言之过早 希望这个专家的话 也让大家可以 稍微放心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老公 你东西忘记拿咯 待会儿见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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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吧 为人生如此大事做好准备时 老公 每个小细节 都让成果更加甜美 市考特证券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 提供专业与快速的中文服务 不论您在何时与何地 只要您需要 我们都在这 市考特为您的服务 永远不打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您现在收看的是 KTSF26台经验 有话要说 别转台 新一乐在线11点半 精彩呈现 好 我们来接听 是Mountain View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你好 我请问一个问题 好 我有一年回台湾 很多年前的事 大概有大概十几年前的事 就那时 接着人士司机跟我讲说 在台北要住 住在往搬到新店去 那我那时候奇怪 我怎么下飞机 怎么会跟我讲这种事情 我在想说 会不会是他们有一些 那些消息 还是那时候台北的 台北县的何能电厂 可能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我请教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 那边到底安不安全 OK 好 再来 Fremont 杨小姐 杨小姐你好 杨小姐你好 Yes 我想问一下专家 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核电厂的温度 一直降不下来 还有没有再爆炸的可能 好 好 来 我先回答 这个温度降不降下来 已经没有爆炸的可能 温度现在已经降下来了 当这外面有爆炸的时候 它是因为里面产生的氢气 它里面产生的氢气 是因为这个核油棒的外面 是金属跟水 一结合 它产生氢气 那个时候已经超过 1000度以上了 现在才是300多度 所以 以我们来看 它以后不会再有 这个爆炸的可能 虽然今天报纸上看说 四个厂冒了白烟 那是水蒸气 水蒸气 破到一些余热 甚至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 它剩下几万个 一万个不到的电轮泡 那么余热 它遇到水 它唯一能够把热传出去的 还是用水蒸气 所以你会自然看到 这些白烟 这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因为它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电量了 李先生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 这个台湾有一些说 有没有这个核能这个安全的问题 以我的经验 呃台湾的这个这个三个发电厂 目前为止都没有都没有问题 嗯 这是我所知道的 好这是简单的回答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 另外呢 如果说还去想要讨论的话 可以加入海上的微博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我也可以再转给这个专家 接下来谈谈看这些 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 核废料 累积都放在哪里啊 日本所有的核废料 跟世界上所有核能电厂的核废料 现在通通都放在厂的旁边 也就是那个安全的水泥壳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长话短说好了 这些核废料将来有一天 都会变成很贵重的再生燃料 下一代的这个核电厂出来的时候 这些核废料马上就会被转换成 很贵的这个代生燃料 核电厂之所以被设计要发电 是50年工程师有一个百年大计 这些核酮它可以今天烧成 因为又烧完以后产生了布 布呢作为下一代这个核能电厂的原料 它肯定烧成上面50年甚至100年 是源源不断的 这个是在三亿岛以后 美国人民害怕把核电终止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大家寄望有一天 所有的核废料突然会被宣布说 遇到一个中心去重新再重新 变成有力的核原料 所以呢 那个核原料对我们来讲 它不是废料 它是很棒的再生原料 所以它必须放在核电厂暂时性而已 是的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说声音再见 晚安同时呢 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个是旧金山田教典的电话 田教典你好 请问一下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降温的时候是用冷水进去 然后出来的水是热的 请问这个水还带不带有辐射性在里面 第二点 很多人讲到这个点化钾 那如果说我们吃含有点的食物 比如说是海蚕海带之类的 再吃含有高钾的食物 比如这个鸡蛋 那么两样吃下去在人体里面 会不会人体可不可以产生 您别挂电话 来我们请这个专家回答 好 第一个钾没有用 是点有用 点化钾只是把这个点带到身体里面去 吃海带有点的话是很有用的 所以可以代替那种有点的食言 就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我们没有时间了 谢谢 谢谢 晚安 请不吝点赞 桑 Monet